請施主委 主委長 委員長 主委我請教 如果你身為一個消費者 你同樣花20塊 在台北買的可口可樂是 比如說 50公升 但是你在台東 你同樣20塊 可口可樂一品只剩下0.5公升 請問你身為消費者 你認為這樣公平嗎? 單純的消費 當然不會接受這種情境 你會憤怒嗎? 我會去了解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主委 那我想現在在電訊通訊方面 你不只是一個消費者 你還是一個全國最高的主管機關 主委在根據 今年的6月28號消息會 所做的一個公佈 台大電機所 他從2011年的8月15號 到2012年的5月28號 收集了38409人 十萬3954筆的測速資料 比對之下 他發現有一個數字 上網的速度 台北最快3G 同樣一家公司的收費標準 台北的3G速度 上網速度最快達到1.6MP 那台東最慢 他只有0.8MP 所以簡單的講 就是你同樣花一筆錢 業租費無論是500塊 無論是吃到飽也好 你在台北 你在台東 所享受到的速度是2倍 是2倍的差距 所以主委 你現在不只是一個消費者 如果你想想看你是一個主管機關 我從6月18號 那時候正式立法院修會期間 我們就緊盯著NCC 對這個現象 到底有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案 有沒有一個反應 但是NCC 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 你身為一個主管機關 你對這樣一個 對這樣一個報告 對這樣一個現象 NCC有沒有採用什麼樣的措施 我們在電信技術中心 就做了相應的量測 那自從我們得到第一筆數據之後 我們也注意到 業者確實加強 以往呢 在記憶台建設 以及所謂的快頻網路的部分 比較弱的 他都在加強 那目前速率緩緩的上升當中 緩緩上升要多久 30年嗎 我們不會容許他這麼慢的 那主委 你緩緩上升 你自己都講緩緩上升 主委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現象 已經存在 這不是不容許他緩緩上升啊 你就好像 你這樣的現象 就好像我在賣 賣汽油一樣嘛 你一樣的一公升 你花30塊在台北可以買一公升 在台東只買0.5公升 這已經一個不公平的現象 那我卻告訴消費者說 這個現象我注意到 但是我緩緩的改進這個現象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確實業者開始在加強建設 但是呢 速度還是不如消費者速度 但是他收費是一樣的收費 主委 你身為一個主管機關 你這個現象 他建設也許要花時間啊 也許設計地台要花時間 但是 你至少可以要求 他把這個收費降低嘛 因為已經數據上 各種數據都說明 他的根本 他所收的費用 跟他的品質是完完全全的不相符的啊 那你身為一個主管機關 你卻沒有 你沒有這樣強力要求 電信業者降價 但是你卻說 你告訴消費者 這個會緩緩的改進 而且你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緩緩的改進是多久 一個月嗎 兩個月嗎 應該是說他在逐步改進 可是要到跟都會區完全相同 確實是一個比較難的一個目標 主委 NCC的組織法裡面規定 你們就是主管全國的電信通信的一個主管機關 而且你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重要一個使命就是要來縮短這城鄉的差距 要讓城鄉的一樣 你既然這樣子 你建設好了 建設真的要花時間嘛 你收費你可以要求他降低嘛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收費降低不用再建設 你只要你要求他降低啊 這是一個計存的一個現象啊 這個現象不是主委 這現象不是6月28號在存在 這現象是從 從開始有這個電信 電信通訊就有3G上網就開始存在 而且主委 最簡單的道理 其實不是在那個基地台的問題 不是說 悅者跟你講的土地取得難啊困難 很簡單啊 因為悅者不喜歡投資在 我以台東是一個例子 我相信他同樣的理由他不喜歡投 他不是那麼樂意投資在金門馬祖澎湖嘛 因為那裡用戶少嘛 對他來講他用商業考慮 他當然認為說 這我就比較賺錢 我沒有投資那麼多啊 是 這是悅者的想法 但是NCC不能這樣想啊 NCC你當然要來導正這樣的現象啊 對 所以我們在加速推動普及服務 不是 主委 是 你要加速啦 好啦 那我請問有兩種現象嘛 第一個你要改善 你要求他把這個設施要來改善 跟都會區一樣嘛 時間表在哪裡 主委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剛才已經跟委員說明 確實在偏遠地區的機器台密度跟頻寬總建設 跟都會區大概是無法相比的 但是他必須是要達到他的服務的品質要接近的 那剛才委員所指出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呢 坊間所說的吃到飽其實是單一資費 他通常只收了每月固定資費之後呢 不管使用量多少都是這個樣子 對 我現在講的這個台大電機所這個全國最高秀 他公布的不只是吃到飽 他是想統一費率 包括五百塊三百塊等等那個統一費率 他不只是在只吃到飽 也就是說你繳三百塊的費率 你在台北跟台東的那個享受是不一樣的 而且那個是兩倍差距喔 是 是兩倍的差距 所以說現在不是不要把這個折衣物推到吃到飽 第一個 那第二個 你現在講說這個建設等等的涵蓋率 好啦那我們接受啦 涵蓋率你建設要一段時間 那我的意思是說你已經看到這個現象 那業者當然不能 業者不能收同一個收費啊 那很簡單 台北收五百塊的 既然台東的品質只是一半 那就收一半的錢嘛 250塊 這對NCC來講不困難啊 呃跟文包這因為我們在核定資費的時候 確實對市場主導者主要資費 我們要經過我們審核 核定之後他才能夠實施 但是現在有很多的方案呢 只是送本會被查 剛剛委員所提到那現象 其實本會跟公平會已經有共同在處理 對你是身為最高的主管機關啊 現在消費者這個現象你也注意到了 你也看到這個現象 你不能告訴現在這些已經受到不公平的這些消費者 無論他是在台東 無論是金門馬祖或澎湖 或其他偏向的地區 你不能講這些 學術理論的話 光明彈簧的話 你身為主管機關 你要跟他講說 啊 你們沒說 你們收到沒說賠儡 我就是你們的抗刷 我要求電信業者他一定要馬上降價 如果不是馬上降價 我NCC 我要來代表所有的 所有的這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消費者 我要進行集體訴訟嘛 你身為一個主管機關 你看到這個現象 你看到這個現象 不公平的現象 你簡單的講 你認為說 我就沒辦法 我就只能道德規 道德勸說 因為他的費力是交給我被查的 但是就他的營業規 剛跟服務契約 如果涉及不公平的部分 我們會介入處理 主委你認為這還不算不公平嗎 那什麼叫不公平 要看他實際上服務契約的內容 如果他保證 你看過嗎 你不要跟我講這些 那你看過 那我就問你公不公平嗎 有沒有違法 你說企業你是身為主管機關 你看過嗎 要看他各個 那你看過嗎 你看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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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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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講這些話 所有的消費者 包括你去申請帳號 沒有人會相信他密密麻麻的事都看懂 而且那個企業是全國統一適用的 他不可能訂一個另外的企業出來嗎 所以主委 我們現在所有的這些聲援在偏鄉地區的消費者 把寄望寄託在NCC的身上 你簡單的講我送你四個字 你簡單的講就是說束手無策 不至於 那不至於 那你告訴我要什麼方案來處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手上有政策工具是在於他的營業規章的處理 還是他服務契約的介入 還是他資費的核定 我們來看他具體的情形 那如果是他聲稱的服務條件不實的話 那會跟公平會都會介入去調查處理的 主委 那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你既然有這樣政策的工具 你告訴我這樣這個公不公平 那你告訴我你既然有政策的工具 你可以說這個 你自己也講了啊 你說這個到底公不公平啊 那你告訴我這個公不公平 呃剛才委員所提到的那個測速方案呢 並沒有說 他是在什麼樣的服務契約條件之下 所得到的 主委 那我請教你 你做過這樣的測速 測速嗎 NCC做過嗎 我們 你自己不做 你應該要做的 你不做 然後現在全台灣最高的學府台道電機所做了 你又說他的數據 他等等他不一定準確 那你做了嗎 我剛才不是說他數據不正確 我們要了解說 對 對 消費者是以什麼樣的契約造建 那你做 對啦 好那我贊成嘛 那這本來應該你的工作啊 你做了嗎 我們也正在 正在做什麼時候出來 從今年的五都到明年的全國每個建設 已經設立這麼久你現在都還沒有做 所以我們明年會推廣到全國都做測速 那你現在做了嗎 今年已經在五都而且逐步推廣 對 那測速出來 台東的速率或偏向的地區 確實是只有都會地區的二分之一的時候 你有沒有這個承諾 你會叫電信業者降價 再對偏向的地區降價 就像委員一開始所提到 其實在雙管並行下 第一個呢就是要求他建設 第二個就是要檢討他服務契約的公平性 兩面都要做 主委 是 原本齁 我一上來是要 要來稱讚你啦 不敢 因為你注重偏向地區的通訊 你在上個月也到 封城普普到台東去 為那個 數位轉播站的設立在 東河地區設立 這是我們該做的 這是你該做的 你在設立的當天 你講一些非常令人感動的話 你認為NCC 因為即便東河鄉人口不到9000人 好那你設了四個轉播站 在太原地區設了四個轉播站 你認為這是政府要照顧偏鄉等等這樣的 那時候講的 我在底下聽了也覺得很動容 但是主委 相同的議題你到立法院的時候 你的防衛軍完全就站出來 本席在這裡已經取決了各種的數字 來告訴你現在已經這個不公平的現象已經存在這麼久 而且不是今天才存在 你用一個幾乎是你身為電信的最高主管機關 你完全對這樣的現象速走無策 那你告訴我們這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消費者 就是要等待 簡單講你就是沒有辦法 數據已經擺平在這裡 但是你卻沒有那個勇氣 沒有那個膽子說你是的沒有錯 這個公平不公平現在已經存在太久了 政府對不起這些消費這些受到不公平的消費者 我們要要求限期要求電信業者 在還沒有改善這樣的現象之前 他要降價 我們這個是以其說是一個很高的要求 倒不是一個非常基本卑微的要求 但是你告訴你的回答是訴求無策 沒有辦法來處理這個現象 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政策還是要雙管兵下 一方面從建設 對啦 第二方面去檢測他服務的條件 主委 我贊成你要雙管旗下 我說你建設還沒有改善之前 你要要求電信業者降價嘛 這不衝突的這樣雙管旗下 這不叫雙管旗下嗎 我沒有叫你不要做建設 是建設還沒有達到那個涵蓋率 沒有達到這樣的普及之前 你要要求電信業者降價嘛 我們去檢視他契約的合理性 所以就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主席我再借用一個時間啦 借用三十秒就好 你們NCC在今年的一百五月份的時候 你們有招標一個頻普四照 四級交易及管理制度之研究嘛 是 這是不是針對四級將來 四照一個非常重要的依據 頻補刺激交易是一般性的頻補管理措施 它在彈性化使用頻率上是很重要的 主委 是 得標者是哪一個單位 財産法人二十一四次基金會啦 對 這是在今年六月的時候決標的 好 主委 你回去查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貴會的委員彭欣宜在 該基金會數位會流研究發展中心 擔任研究員及顧問 應該在就任之後就不是了 他至少在上個禮拜網站上還有 是因為 NCC知道這個事情 我在上網查這個事情之後 他今天的網站才下下來了 我想是該基金會已經更新他的資料了 更新上個禮拜還沒有啦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他還是那個研究員 而且他五月就被提名了 他雖然是八月才走馬上任 彭欣宜是五 我沒有記錯是五月就接受提名了 而且他二十一四至少在上個禮拜 至少在上個禮拜 他還是列明在該基金會的晚上的會爐中心 但研究員就顧問 這是因為 這是時間的關係啦 我想這個不只是你不要再跟我 這個都查得到 他即便已經下下架了 他還查得到 上個禮拜 他今天這兩天才下架 因為他知道我 基金會知道我在關心這件事情 他把他下架下 謝謝委員提醒 我們會進一步了解